解放军新一代搬用机枪正式亮相 明明有95班机 为何我国还要重新设计一款新机枪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我国陆军装备的单兵作战武器 一直是军迷们关注的热点 与其他高新先进武器不同的是 我国的陆军的单兵作战装备 一直都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存在 不论是拓展能力不足的95式自动步枪 还是每次出现都会被誉为 反人质狙击步枪的88G 在我们的心中 国产轻武器的发展总是差点意思 但是伴随着26万等一系列先进轻武器的登场 我们仿佛看到了我国未来轻武器崛起的影子 目前来看 我国的国产单兵装备将很快面临着全面的更新换代 不仅仅是轻武器的枪族 更可能还有全新的弹药 最近从官方媒体上的消息中 我们就看到了未来国产通用机枪的影子 国产通用机枪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解放军步兵般的火力大升级 以后我们的通用机枪 就可以摆脱重枪管步枪的尴尬叫法了 从目前曝光的 我解放军新式通用机枪的照片来看 这种通用扳机的设计倒有点欧美风格的影响 拥有短小的枪伸长度 并且和大多数欧美轻机枪一样 枪托也是可以进行伸缩的 新机枪还采用了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 剑走偏锋 可以实现弹匣与弹链两种攻弹模式 使用弹匣攻弹的情况下 这种轻机枪可以与我国现有的95式步枪的弹匣实现通用 这一点也表明了我国陆军的战术思想 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要问了 明明中国的8-1和95班机用弹鼓用得好好的 新机枪为什么不继续用弹鼓 而用在战场扬尘和泥沙中 可靠性不如弹鼓的弹链弓弹呢 而且还是结构复杂的双弓弹模式 其实这恰恰是中国陆军从轻步兵思想 向机械化陆军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 建国初期我们经历的战争中 中国军队连个像样的车辆都没有 只能靠人背肩扛 要保证机动性 只能要求搬用机枪的更加轻巧 要不然机枪手实在跟不上冲锋速度 而想要给搬用机枪减重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弹药要轻 对于火力持续性则不是那么看重 随后我们又学习了苏联的步兵路线 苏联的作战思想是大纵深伴随坦克集群 海量的苏联红军端着AK 跟着海量的坦克装甲车冲锋 快速突破全欧洲 所以说苏联的轻型机枪设计 必须紧跟战略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战术背景下 苏军要求搬用机枪也必须突出机动性 机枪要伴随步兵一起冲击越近 冲锋途中快速握倒 以短点射进行火力压制 对火力持续性的需求没那么高 所以我军深受这种战略思维的影响 将自己的轻机枪也设计成了相同的用处 而美军则不同 作为蓝星上最豪的一支部队 美军的机械化程度一直都是最高的 平时有装甲车、直升机、快艇等各个载具 再加上美军崇尚火力至上 靠远程火力覆盖敌人 而对于机枪来说 美军也很少会靠铁脚板 扛着机枪奔袭十几甚至几十公里 因此对于机枪的重量就不太敏感 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弹链的设计 能够有很强的火力持续性 而如今我国军队的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原来靠双腿跑的摩托化步兵 也都改编成了合成营 哪怕是最轻量化的轻型合成旅 或者合成营 也都装备了猛式新型四成四 长轴装甲突击车 搭载新型合成步兵 进行快速突击作战 俗话说得好 兔子才是最大的美分 经过了这十几年的发展 我军也终于变成了曾经自己讨厌模样 由于机械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我军也不再看重搬用机枪的轻量化 能够重点去提升搬足火力的持续性 同时发展到现在 我军的轻武器已经吸取了通用弹药这一点 并且紧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主流趋势 研发这种双弓弹机制的轻型机枪 而不是在和之前的枪足化设计那样 一枪可以兼多值 毕竟专业的事情就应该让专业的选手来干 其实对于枪械的设计来说 是跟着整个战场环境来走的 我军现在陆军的机械化 轻型突击力量体系的建立 也就必须要一款专业的机枪 来代替原来的机枪了 对于枪械的机枪